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爷爷希望你呢 到时候能够来参加我的婚礼 这么快就定下来了 爷爷恭喜你啊 我真是太为你高兴了 不过爷爷有一个警求啊 警求 什么警求 您说 雨昕 爷爷 有这件事情想跟你说 说 爷爷 他想邀请你和我 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 很好啊 爷爷要结婚我当然会去 只是 只是什么 爷爷都要结婚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什么呀 你讨厌死了 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们都已经住在一起了嘛 雨昕 雨昕 我帮你带出去啊 我帮你带出去啊 我帮你帮你去啊 我帮你去 我们一起去参加爷爷的门 好不好 嗯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这不好意思 方小姐 方小姐 您今天穿得好漂亮呀 你晚上有重要的约会啊 对啊 我是有约了 是约了男朋友吗 是不是约是不怎么看的呢 嗯 我约了他的婚礼见面 好羡慕你啊 羡慕什么 妈 上班时间不要聊天 哎 妈 什么 买礼物 哎呦 又吃饭吗 买什么礼物呢 哎呦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你别啰嗦了 好了 拜拜 好经理 我今天呢有一点点事情 想跟你请个假 你准假吗 准假 哦 谢谢啊 你不坐 我坐 你不坐 我坐 放开我 你不要走啊 我千里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 我好不容易才下的决心 我千里放过我 我知道 我以前对你的态度总是不明确 总是让你伤心难过 我一直以为 我在心里装过别人 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位置 可是没想到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才发现 你早就已经在我的心里了 每次看你去相亲 对我不理不睬 我在心里真的像刀哥一样 我只是恨你自己 没有勇气面对这份感情 可是今天 我总算明白自己的心意 放心 你骄傲吧 你说的 是真的吗 你再说一次 我说 我喜欢你 想要跟你交吗 可以吗 你是认真的吗 不是随便说的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随便说呢 我是认真的 我认真的 我认真的我那么快啊 小玉 放心 我 我说我喜欢你 想要跟你交吗 干吗打我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伤了多少次心 流了多少次眼泪 你知不知道啊 对不起啊 以后 我分开我 也尽不认我 你不认我 所以我 你老爷 不能不认我 你很难而 我知道啊 对了 等一下 给我去买礼物好不好 干吗 你也要去消息啊 傻瓜 我是要给爷爷买礼物 因为今天 我打算 把你正式介绍给我的家人 我好情 各位亲爱的来宾 各位亲朋好友 好博山先生与白丽小姐的结婚庆典 现在开始 原本我们的第一项 是由郑婚人致辞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今天的新兰官 年纪有点大了 所以这个郑婚人 还是有点难找 所以就跳过这一环节 给大家来一次创新 请大家看大明末 我不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就对这儿 爸 你要结婚了 我应该祝福你 但是我的心情有点乱 错综复杂的 不过我既然下决心要支持您 支持您和白丽 我会一定做到我的最好 还有就是白丽 不对 还有就是莉莉小姐 为了我们好家的和睦和幸福 我们以后就不要吵架了 就和睦相处吧 我 还要跟我爸 都说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真是 爷爷 奶奶 女太 奶奶 爷爷 奶 说教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跟莉莉小姐这个 不太大 我就 爷爷 这样吧 您要保护好莉莉小姐啊 那个 换换换换换换 我知道怎么说上电视 那个奶奶 我们把那个最爱的爷爷 就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祝你们那个早生 那 那不生了 不生了 我们 我跟哥哥一起送个祝福 一 二 三 喜欢可爱的 爸 作为您的儿子 看到您这么幸福 我感到心里很高兴 虽然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在照顾您的生活 但总是有一些不足之处 所以 我也感到很抱歉 不过以后我们一定会更加 诚心诚意地照顾好您 还有妈 我们衷心地祝福你们 新婚快乐 身体健康 幸福永远 好 好 好 我就知道会出现这一幕 对啊 紫禁都准备好了 哎呀 真凶讨厌 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再次送給今天的新蘭新娘 請大家舉杯祝福我們的新蘭新娘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爸 爸 媽 來 我們大家一起乾杯 乾杯 乾杯 爸 他們現在應該在飛機上了吧 是啊 這個百里可真有福氣 我都這把年紀了 除了老家 連深圳都沒出過 更別說國外了 你要是想出去玩 等我退休之後啊 我帶你去 爸 行了 你都說多少遍了 誰信 老婆 我知道 你不是想出去玩 你呀 是這心裏邊 還沒想通 是不是 好了 爸跟百里都已經去度蜜月了 你還計較那麼多 有意思嗎 開心點兒 咱們一家人哪 開開心心 和和睦睦地過日子 那才是真的 現在除了這樣 還有什麼辦法嗎 這生米都煮成熟飯了 媽媽 快去看看吧 爺爺回來了 爺爺 這老闆 這老闆是吃壞東西了 拉肚子 這老闆是吃壞東西了 這一路上啊 不知道拉了多少趟 光找廁所都找來了 這不到了機場 真的扛不住了 不用回來了嗎 爸 現在感覺怎麼樣 不舒服 有光 你別問了 趕緊讓你爸爸躺著 對 來來來來 爺爺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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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好點了嗎 怎麼樣了 還好 老闆這是拉脫水了 今後啊 得多吃點清淡的東西 這少年級的人 就不能激動 再加上挖肚子 這身體肯定吃不消啊 幸好還沒去什麼新馬太 要在那挖肚子 那就慘了 陳紅啊 你現在說話注意點 你公公生病了 這本來身體就不好 你這麼說話 不是火上澆油嗎 莉莉 對不起 沒事 你不用抱歉啊 是我沒有照顧好你 你要好好養病 等你身體好了 我們兩個再去補半明月 好 好 沒事吧 沒事吧 你 你哪兒疼啊 剛才又疼了一下 要不要再去上廁所啊 不要 不要 好 來你急 你跪 看夠了沒有 你 因為好幸福啊 所以怎麼看都看不夠 那我早知道你這麼開心的話 真的應該早一點向你表白 你少來了 不明是按照那麼多次 你還是像木桶一樣嗎 我還看如果說我自己下廁所 我自己下廁所 你今天那表白是真心的嗎 當然啊 當然是真心的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妈 你说 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赴约 金女士打电话来跟我讲 说陆佳明她父母亲 现在已经很不高兴 很生气了 已经决定取消这门婚事 真的 你太好了 你疯了 太好了 你告诉我 像陆佳明这么好的条件 你去哪里找啊 你今天如果没有这个 就咱俩你试试看 你为什么没有去 为什么没有去 你说 你不说我打死你 妈 干嘛打我呢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有话好好说嘛 妈 我哪儿没去啊 我就是不想去见佳明的父母 那你当初 你为什么答应要去见他 还要见他父母亲 为什么 妈 你就别乱了 反正 我是肯定不会嫁给 那个陆佳明的 你都那么大了 你到底到什么时候 才不让我操心啊 丫头啊 那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我想自己选择结婚对象 你呢 以后也不要再让我相亲了 喂喂 你那个臭丫头 真是 妈 快把我气死了 别生气了 台湾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我 你 我不坚持自己的选择有什么不对 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去找工作呢 身为一个父亲 你难道希望看到自己儿子不快乐吗 你到底要我怎样做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个路是你自己选的 你要为你的选择撑担当后果 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以后你会更加辛苦 你要是撑不住的话 乖乖老实地低头认错吧 每天都跟我说很好 自己却天天在外面碰冰子 都是我害的 都是我害的 你 你醒了 难受吗 还想不想吐啊 要不要吃好东西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需要 你只要今天你在这边陪着我就好了 都是我不好 那你吃那么多苦 没关系 以后慢慢报答我就好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也没有开玩笑 我虽然心里很难受 埋怨我爸爸 可是我没有后悔 我不会退缩的 希望你也不要退缩 好吗 我已经说过了 你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站在我身边 其他的都交给我 我相信你 是我妈 快见 喂 妈 你好 玉琪 我有过多儿子 你好不好 妈 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 我好好的一个孩子 我王子变气概 我能不担心吗 二三 你回来了 好不好 妈 请你不要勉强我 又不是要你认错 你认识妈的事 难道你不回来 帮我清楚一下 妈 对不起 因为我最近 都在忙工作的事情 很头痛 忘记你的生日了 对不起 那你明天先回家 请回家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坐在一起 跟住的上 有什么东西不能沟通的 二三 过来 明天要进宿 你明天一定要回来 知道吗 明天见了 我是乖二三 夫人 她有什么事吗 明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她要我回家 那你当然要回家了 你妈妈的生日当然要回家了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回去吧 夫人 她肯定不想看到我 我的小徐一向不是都是跟我说 她是最坚强最勇敢的 怎么了 怕了 我是害怕 我是不想扫了大家的信 夫人肯定不想 在她的好日子里看到我 也许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好日子 大家可以抑制一下 自己的脾气 心平气和地静下来谈一谈 我也想借由这个机会 让家人明白我的心意 顺便让我的家人认识你 可是 别可是了 这次终于换我帮你加油了 梁小菊 加油 如果你一直不回答我 我就一直在这边 梁小菊 加油 梁小菊 加油 我可以的 对吗 当然 我的小菊最可爱了 嗯 我可以的 对 梁小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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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了 不是你让我每天睡觉之前 要给你打个电话吗 什么叫我让你打的 应该是你想我了才打给我的 没情趣 不挂了啊 哎哎哎哎 当然是想你啊 不想你怎么可能打给你 哎 爷爷这两天有没有提起我呀 爷爷这两天病了 啊 股子上闻这些 你说什么 你说爷爷病了 他不是去度蜜月了吗 怎么会病呢 严不严重啊 什么病啊 没关系 你看你啊 我爷爷生病你好像比我还着急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大碍的 就是 就是拉肚子而已 本来呢 是约好要去度蜜月 可是 实在撑不住就回来了 哦 那我明天去看爷爷吧 我要带着我亲自熬的粥 给爷爷喝 好啊 我估计等你来了 爷爷的病 也就好了一半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哎呦 你现在呀 这世界越来越会说话了 我现在心情好极了 今天晚上啊 绝对会做个好梦的 傻丫头 一两句话只有这样 当然至于了 是谁说的 以后都不会让我再掉眼泪了 所以呢 以后 你要多说我好听的话 哄我开心 好啊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 哎 现在时间不早了吧 明天还有上班 该睡觉了 嗯 晚安 你梦里 要记着想着我 拜拜 二十六四三三日 哎 好好 好 好 看你 漂亮 天哪 妈 爸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对了 我怎么给忘了 你也有记性不好的时候 好了 好了 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不是也忘记了吗 我们两个算扯平了 先来补上 好了 好了 老婆 祝你生日快乐 妈 生日快乐 妈 生日快乐 妈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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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的 个个这么虚伪 真是的 今天要不是语文提醒的话 你们要记得我的生日吗 还记得吗 妈 其实呢我是记得的 只不过我今天突然 就忘了今天是几号了 不生气啊 我明天会早点回来 帮你借助的 算了 反正呢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也不要跟你们记价 宰相肚也能撑传 不计较吗 得了吧 宰相的肚子里是能撑传 你那小肚子里撑不了传 就你那肚子 我估计打一次就要 我赶紧美容减肥去了 对 说到美容院 我很想没去美容院 提问在座的各位 谁要赞助我一下看 你认识谁要赞助我啊 那个我要迟到了 我先几十二十个啊 好嘞 你一样走 你这次不要给我回来啊 你要是回来的话 我肯定把你所有的卡 这么收点 妈 行了 你不是宰相肚里能乘船吗 明天就别跟爸讲这么多了 谁跟他记着 是他跟我记着 我生日啊 他那么小气 对了 你给雨姐打电话了呢 给我过两个电话 你姐的意思是说 今天是我生日 刚好趁这个机会 把你哥叫回来 让你哥跟你爸 两个人哥和好 好 大姐 还是你想得周到 那我们要不要出去吃啊 干吗去外面吃啊 就在家里吃啊 我来做 你怎么对做菜这么兴趣啊 每天待在厨房里 我那个油烟味 你不腻吗你 妈 要把做菜当做一门艺术 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好了 为了要成全你的享受 那么我们今天就 就在家里吃了 妈 不过说真的 在家里吃有一个好处 万一小杰和他爸爸 两个搭起来的话 没有人看得到 那还好 是吧 对不对 所有代表 现在几点了 妈 你该上班了 好好好 来来来 记得啊 我今天生日啊 你就早一点回来 早点回来 知道了 妈 好 好 妈 你等一下 我跟娜娜和你一起走 好好好 来 妈妈走走走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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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我老公就上班了啊 你这个打好了 咱们大拇指 我正午回来拿的啊 你放心吧 保护女朋友 喝了一次想两次 喝了就输大拇指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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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有事出去一趟 你刚才再开会 他让我转过你一次 好 谢谢啊 哈哈 就是要吓你一跳 您好 您好 您好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准备 雨晴 有人在吗 有人在家吗 雨昕姐是你啊 你好 天慧 我来看爷爷的 在屋里呢 我哥呢 他没跟你一块回来 你哥不知道我来的 我打算 一会儿给他个惊喜 雨昏眼 谁来了 你好 你来了 我来看爷爷的 爷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可以去看他吗 去去去 在房间呢 谢谢 谢谢 去吧 我哥哥 你们一会儿过来 我准备了你们的礼物 真的 我准备了 你这孩子什么缺心眼啊 妈 您都知道给我们准备礼物 当然不缺心眼了 再说我哥也喜欢 你哥这审美观点我也够服的 一个小菊 一个大千金小姐 都不让人守心 你要求不要老那么高嘛 走走走进去看看 老虎 你好 喂 小菊 雨姫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连蛋糕都已经买好了 我是要跟你说 我今天可能有点晚 这里的经理 是我以前的客户 他答应要给我这个机会 但是他现在正在开会 我必须要等他 然后跟他相谈 那怎么办呢 如果去晚了 你爸妈会生气吧 没办法 我必须要把握 这次的机会 要不然我明天再去好了 明天再去 可是今天是夫人的生日 明天去就没有意义了 不然这样 你先去好了 结束之后我立刻赶过去 我 我自己去 你爸妈会把我打出来的 怎么会呢 今天是妈妈的好日子 妈妈不会为难你的 可是 我害怕 你行着 加油 好吧 结束之后我立刻打给你 拜拜 拜拜 老小菊 加油 你一定没问题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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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慢点 慢点 怎么样 好不好喝 别说呀 这语心小姐的手艺真不错呢 熬的这个粥又香又浓又好喝 好好好 爷爷 这都是雕虫小鸡 你要是喜欢喝 以后我天天都熬给你喝好不好 你 你看 你看看 我们这孙媳妇还真乖呢 又漂亮又能干 还怎么会说话 你俩我都喜欢了 谢谢奶奶 叫我奶奶 你怎么好甜呢 对了 我给大家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你们还有礼物 礼物 爷爷 这个是给您的 给我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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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帅气 帅死了 是吗 爷爷 你要赶快好起来 好 戴着这顶帅气的帽子 跟奶奶再去动音乐呀 好好好 谢谢 谢谢了 奶奶 这是送给您的 还有你的 还有我的 谢谢 好好好 这个呢 好漂亮 送给您的 我的 漂亮 这么漂亮的包 我真的是很久没用过了 谢谢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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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肯定很贵的 这是名牌 最便宜给六七千块钱的 六七千块钱 我被这么贵的包干吗 不要不要 你收拾 你不要 人家送的给我们拿 我给你家包回去 你给送的 就拿着吧 就拿着吧 是啊 是啊 如果这个包以后 您要是不用了 可以卖到二组商店嘛 不会浪费的 收下吧 收拾 收拾 这样啊 那 那谢谢了啊 对了 这个呢 这个是送给美东的 是 您要替他收着 好 谢谢 全会 这个是送给你的 还有我的 谢谢 多有新年的新款 妈妈你看 好好看 你比上我看 很漂亮啊 真漂亮 这会在杂志上看过 肯定特别会 谢谢啊 雨昕姐 都是一家人 干吗这么客气呢 真麻烦 那个雨昕小姐 你真的在和天蕾交往啊 是啊 妈妈 这个孩子说话 真的是好直帅啊 很直帅 我真的是可爱死了 牛哥 雨文 妈妈回来啦 今天的菜还不错嘛 我说这个刘刚啊真是有心 说什么 妈 刘刚的妈妈摔了一跤 送进医院了 我们得立刻赶回老家去 过两天就回来 生日快乐啊 回来一定把礼物给你补上 说这个气一下 摔一下她会寻日子 算了算了 反正还要小杰跟雨昕呢 把个电话给她们 这让她们赶快回来 幸福吃 这个鸭子 那没吃饭什么鸡啊 谢谢 谢谢 来给小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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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啊 我是妈 在哪里啊 你赶快回来 妈 我也还不知道 可能要晚一点 你们别等我了 喂 你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回来干什么 今天妈生日了 赶快回来 好 妈不说了我还有事情 晚点再联络 喂 喂 真是 太过分了 我是让她擦 又有事 算了 反正不回来也好 今天跟我老公破个主公我家 我当时找个人坐在车里边 吓得魂都没了 然后当我回过神来 我就发现 一个帅哥 就站在我车的旁边 他就问我 你还好吧 那然后呢 你怎么回家好的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你这人开车 有没有长眼睛啊 你干嘛就往那儿一停呢 那你看你这孩子 明明是你自己开车 不小心撞到天蕾的 你干嘛还骂他呀 妈妈教训的是 评评的是 但是俗话说了 这不打不相识嘛 那我跟天蕾一吵 就吵出缘分了嘛 那一个女孩子假假的 说话口不折来的 没关系的 这真是一目想一目 我看他跟天蕾啊 这是蛮般配的 对 对 先造地设 真是 真是 天蓝 你把天放地设和他了 雨昕哪 特地熬了粥给我吃的 她还给我们家里 每个人都送了一份礼物呢 惊喜 惊喜什么呀 简直就是惊吓 爸 读读 你手机干嘛关键 靠我带什么 她为什么在收拾 多甜蜜呀 我们也很甜蜜呀 呦 这么多人哪 什么呀 老公回来了 老公回来了 辛苦了啊 都可以亲小姐 是她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对对对 那个 大家洗洗手吃饭吧 好 好 雨昕小姐 你干脆又留在我们这儿 大家一块吃着便饭吧 是 好啊 好啊 谢谢爷爷 谢谢 都几点了 还不回来 喂 喂 老婆啊 是我 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生日 快点回来 快点回来 我现在正在开重要的会议 你先挂了啊 喂 喂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今天是我生日 放下没有一个人把我放在眼里的 你们生日的时候是谁在忙啊 不是我在忙 我好不容易过个生日 躲的躲的伞的伞 跑的跑 没有一个人把我换生日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太过分了 还是不是祝福文餐 祝福文餐 有什么东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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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终于回来了 没有良心的事 我来看看 这个是谁第一个回来帮我过审时 妈 你在干什么 夫人您好 夫人 祝您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是雨洁告诉我的 他今天有事来不了 让我带他过来 真的 你刚刚说什么 你代替他来 你是他什么人 你凭什么代替他来 把他拿走 人也一一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